大家好 下面我们讲经济法零基础预习班的第二讲 经济法教材介绍 讲具体的内容之前 有一个问题要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虽然说我们这块经济法教材叫做经济法 但是它并不是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 其实它的内容包括了法律的基础理论的部分 民商法部门以及经济法部门的内容 所以从部门法意义上这个概念来看的话 我们经济法教材这个概念比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范围是要广的 所以严格的说应该叫做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制度 好 下面我们看 首先关于教材的基本体系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教材的体系构成 它的范围比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要广 所以它一共包括了四大部分 首先是法律的基础理论部分 其中主要就是第一章法律的基本原理 在这里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法律的基础性的概念和理论 让大家对法律有基本的认识 然后是第二大部分 民法的部分 这里面主要包括了三章内容 其中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在这里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民法的基础性的概念和规则 然后是第三章 物权法律制度 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民法典的物权边 它主要调整的是静态的财产关系 主要解决你有什么如何保护的问题 然后是第四章 合同 法律制度 这一章主要的内容是民法典的合同边的部分 它主要调整的是动态的跟交易相关的法律关系 好 第三大部分呢 是商法的部分 这里面一共包括了五章内容 可以说是教材的核心部分 其中第五章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和第六章 公司法律制度 这两章呢 主要介绍两种企业 他们的设立 组织 运营等制度 然后 一个企业如果办得好的话 就有可能会上市 所以呢 就有了第七章 证券法律制度 当然 如果一个企业办得不好 就有可能会破产 所以呢 有了第八章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好 一个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当然要涉及到支付结算的问题 所以呢 又有了第九章 票据与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再看 教材的最后一部分 这才是真正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 主要包括了三章内容 其中第十章是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 主要是为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而第十一章 反垄断法律制度 主要就是要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的秩序 而现代社会 一个国家不可避免的 要跟其他的国家发生经济往来 所以呢 就有了第十二章 涉外经济法律制度 好 这是整个教材的总体架构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关于教材各个章节的分析 在这里面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 在经济法的考试当中 我们教材的这十二章 所占到的分析比例 以及根据各个章节 它考核的特点不同 在预期的阶段 我们如何有针对性的去准备 好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关于各个章节在考试当中分析的分布情况 我在前面就讲过 筑块经济法的考试 有一个不变的规律 那就是重者横重 通过这个表 大家也可见一般 好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根据教材的每个章节 在考试当中所占到的分值比例不同 也就是重要性程度不同 把这十二章呢 就分成了三个层次 首先看第一层次的 是最为重要的 一共包括了五章 分别是第四章合同法律制度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章在最近五年考试当中 平均的分值是要占到15.5分 超过了15分 说明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是每年必考案例 好 再看 第六章 公司法律制度 这一章在最近五年考试当中 平均的分值呢 也是超过了10分 占到了11分左右 然后呢 是第七章 证券法律制度 这一章在最近五年考试当中 平均的分值 独占凹头 是达到了18分左右 而且呢 向来 他喜欢跟公司法结合在一起 考一个大的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呢 考到了很多的考生 这两章加起来 大家看 将近30分的分值 然后呢 是第八章 企业破产法的这一章 这一章在最近五年考试当中 平均的分值是占到11分左右 有一个小的案例题 然后呢 是第九章 票据与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这一章在最近五年考试当中 平均的分值是占到了12.5分 所以大家看 这五章 在最近五年考试当中 正常情况下 都会考察案例分析题 而平均的分值都是超过了10分 加起来总的分值 达到了68分左右 将近70分 说明什么问题 在考试当中 这五章啊 太重要了 好 然后是第二层次的 一共有三章 分别是 第三章 误权法律制度 这一章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最近五年考试当中 平均的分值是占到了7.5分 游年在有一卷当中啊 比较特别 他甚至单独考察了一个 案例分析题十几分 当然这种情况 我们预计在二二年的考试当中 出现的概率并不高 但是呢 误权法律制度这一章 也是比较喜欢 跟合同法律制度结合在一起 考一个大的案例的 所以它平均的分值 占到7.5分 也是属于比较重要的 好 再看 第二层次的另外一章 是第五章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这个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虽然说它不考察 案例分析题 但是在客观题当中的分值比例 是极高的占到了7分 再有呢 就是第十二章 涉外经济法律制度 同样 这一章也没有考察 案例分析题 但是它在客观题当中 分值占到了6分 因此呢 这三章 作为第二层次的重点 总的分值占到了20分左右 大家看 前面的这八章 加起来占到多少 将近90分 所以我们讲 在经济法的考试当中 一定是重者横重的 再看 第三层次的 一共有四章内容 其中第一章法律的基本原理 平均的分值呢 是在三分左右 然后是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在最近五年考试当中 平均的分值也是在三分左右 再有就是 第十章 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 这一章呢 在最近几年考试当中 平均的分值是在2.5分左右 再有就是 第十一章 反垄断法律制度 平均的分值占到四分左右 这四章呢 正常情况下 只会考察客观题 那么平均的分值 在2.5到4分 所以总的加起来 就在12分左右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复习的过程当中 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也就是说在那些个重要的章节 我们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当然一定要更多一些 好 下面我们就对各个章节进行具体的分析 主要是分析这些章节在考试当中重要性程度如何 难易程度又如何 考核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主要是提示大家在预习的阶段 我们如何有针对性的进行准备 在这里面 我们用星号的多少 代表了 这一章在经济法的考试当中 重要性程度和难易程度 星号越多 说明这一章在考试当中越重要 星号越多也说明这一章它的难度越大 好 首先看第一章法律的基本原理 这一章我们刚才讲到 它主要是法律的基础性的理论 在这里面主要给大家介绍 法律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 所以在考试当中内容和分值都不多 在考试当中所占到的分值比例 我们刚才分析了是第三层次的 而难度其实也不大 主要考察的是客观体 而考核的重点 主要是集中在法律的基础性的概念 包括像法律规范 法律渊源 法律关系 以及法律事实 这些个概念 以及它们的相关类型 其中特别是针对基本概念的理解 这点在最近几年的考试当中 体现是比较明显的 因此我们在预习的阶段 大家就需要注意 熟悉这些个法律的基本概念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这一章呢 它是属于民法的基础理论部分 主要是介绍民法的相关基础性的理论和规则 虽然说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章在考试当中 重要性程度并不高 它是属于第三层次的 而考试的难度呢 两颗星说明它有一定的难度 虽然分支比例不高 但是呢 这一章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一章的学习和理解 它将影响到后面 两个重要的章节 第三章 物权法律制度 和第四章 合同法律制度 影响到对这两章的学习和理解 因为它是属于民法的基础部分 所以在这一章的预设当中 我们还是要花点功夫的 而这一章考试的时候呢 主要是考察客观体 重点考核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以及诉讼时效制度 所以在预设的阶段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结合实力去理解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相关类型 能够理解诉讼时效的概念 能够区分诉讼时效的中止跟中断 要把握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好 下面我们看第三章 物权法律制度 这一章呢 我们在前面分析了 它的重要性程度 是属于第二层次的 一般说来 比较喜欢跟合同法律制度 结合在一起 考一个案例分析题 而难易程度呢 也是两颗星 说明它有一定的难度 在考察的时候 客观体 主观体 都是有可能要考的 而我们讲 它有一定的难度 难在什么地方 主要就是 在整个这章当中 相关概念和规则的表述 是比较抽象的 特别是 在民法典出台之后 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 凡多大家理解和掌握起来 并不容易 而在考试的时候 重点比较喜欢考核的就是 物权变动 以及所有权跟抵押权的相关规则 特别是 结合合同法律制度 考察 所有权的转移 抵押权的设定 和相关的顺序问题 因此 在预习的阶段 我们要注意 首先要理解物的分类 然后呢 要熟悉 物权的基本类型 和我们教材当中 所出现的 物权法律制度的一些 专业术语 然后结合生活当中的实力 去理解物权变动的相关规则 好 下面我们看 第四章 合同法律制度 这一章呢 我们在前面分析了 首先重要性程度 三颗星 说明非常重要 它是属于低层次的重点 然后难度系数 也是三颗星 说明它是有相当难度的 在考核的时候呢 客观体 主观体都会考察 也就是 选择题 案例分析题 都是会考到的 这一章考核的分值很高 我们在前面看到了 最近五年 平均的分值 在15.5分 其实啊 它的内容本身并不难 但是呢 我们刚才说 它的难度系数 三颗星 为什么 难就难在 它考点特别的多 而题目相对来说 是比较灵活的 一般人 是比较喜欢采取 案例分析题 或者是选择题 也是以小案例的方式 来考核大家 而这张考核的重点呢 就包括了 像合同的旅行 然后合同的担保 合同的终止 违约责任 以及在分责当中的 像买卖合同 租赁合同 借款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等等 有名合同的规则 特别是那个 案例分析题 因为它的分值呢 又比较高 一般人 它是以一个 重要的有名合同 为基础 然后综合考察 这个有名合同的规则 以及前面 这些涉及的 合同法律制度 总则部分的规则 和物权法律制度 两张放在一起 所以它就有相当难度了 我们在运系的阶段呢 就是希望大家 对于一个合同 从定例到旅行 一直到最后 承担违约责任的过程 有所了解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清楚的脉络 运系完了之后 知道一个合同 它从定例到旅行 一直到最后 承担违约责任 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并且呢 能够结合实力 去理解其中的 相关法律规定 然后要熟悉 分则当中的 买卖合同 租赁合同 借款合同 赠予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 以及融资租赁合同 这几种有名合同 好 在今年大家预期的时候 还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民法典出台以后 21年的教材里面 租赁合同的内容 还没有修订到位 所以我们预计 在22年的教材 一定会对租赁合同的内容 进行一个全面的修订 因此呢 我们在预习阶段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民法典当中 关于租赁合同的一些新规定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五章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这一章呢 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章节 因为它的内容其实并不多 而它的分值呢 还不低 同时难度不是很大 大家看 首先重要性程度 我们在前面分析了 两颗星 它是属于第二层次的重点内容 而它的难度呢 也只有两颗星 说明它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不是很难 那么这一章考试 只考察客观题 而平均的分值 大家在前面看到有七分 所以我们说它的性价比 是比较高的 重点 比较喜欢考的 是普通合伙 跟有限合伙的比较 所以呢 在考试当中 我们只要能够 把这两种合伙企业 两种合伙人分清楚 一般说来 考试啊 就能够得分了 特别是涉及到 像企业的设立方面 财产制度 债务的清偿 以及退货 等等方面 普通合伙 跟有限合伙 它的联系和区别 因此呢 我们在预习的阶段 大家就需要注意 理解 在预期的时候 就要有意识的 对两种合伙企业 特别是两种合伙人 他们之间的区别 进行比较 好 下面我们看 第六章 公司法律制度 这个公司法律制度 首先重要性程度 是三颗星 它是属于非常重要的 第一层次的重点内容 难度系数 也是三颗星 说明它是有相当难度的 而它考核呢 客观题跟主观题 都会考核 选择题 同时呢 它还喜欢 跟证券法律制度 结合在一起 考一个大的案例分析题 我们把这两章啊 放在一起 并称叫做 叠血双形 真的是考的很多考生 要吐血啊 那么这一章呢 知识点是比较多的 所以它有一定的难度 而在客观题当中的分值呢 也不低 其中 重点考核 公司的权力能力 然后 股东的出资制度 股东资格 与股东权力 以及相关的会议 决议制度 再有股份公司的 组织机构 股份转让限制 等等规则 所以它的篇幅 也是比较可观的 内容比较多 有相当的难度 我们在运行的阶段呢 希望大家 要对一个公司 从它设立 到运行 到解散 清算 这样一个全过程 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也就是运行完了之后 我们大致的知道 一个公司 从它设立开始 然后呢 到它的组织机构 到它的运行 到最后解散 清算 这样一个全过程 要有一个基本把握 其中 我们需要注意 就是比较 有限责任公司 跟股份有限公司 它们之间 有什么区别 好 大致的把握之后 我们后面 基础阶段的学习 大家就会比较轻松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七章 证券法律制度 这一章呢 在前面 大家应该是有印象的 首先 重要性程度 不能再重要了 因为它的分支比例 是最高的 平均占到了18分 所以是三颗星 第一层次的重点 而难度系数 也是相当大的 因为它分支很高 所以呢 同时它也是非常难的 这张考核的内容 特别的多 它难 难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很多的 考生同学 对这个证券市场 对证券交易 对炒股 是一窍不通的 一点了解都没有 所以在很多的规则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就觉得云里物里 不知道它在讲什么 同时呢 考点特别的多 而且要求大家 记忆的内容 也很多 记忆量很大 所以我们说 它超级难 为什么跟公司法 放在一起 叫做蝶穴双雄呢 就这个原因 那么这一章 在考试的时候 重点考核 信息披露制度 然后是股票 和债券的发行条件 与程序 很多同学看 不就这么点吗 那是因为 大家还没有看到 具体的内容 比如说股票的发行 它就包括了 首发并上市 还有上市公司 发行新股 关键是 它又要进一步的区分 到底是在主板 还是在创业板 科创板 而如果发行新股的话呢 又要进一步的区分 是在主板 比如说像老股东 配股 还是公开增发 还是定向增发 还是在创业板 科创板 好一听 大家头都大了 是不是 所以说它很难 再有呢 重点考察的 包括像上市公司 收购的规则 重大资产重组 以及证券 欺诈的法律责任 好 针对这一章 同学们 大家要注意 在预习的阶段 不要期待自己 能够记住多少内容 我们在预习阶段 因为刚刚开始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先搞清楚 本章的内容结构 看一下 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 内容结构的安排 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然后能够区分 不同的证券和各自的发行条件 我们大致的区分一下 这是首发并上市的条件 这是发行新股的条件 这是在主板 而另外一个可能是在创业版 可创版能够分清楚 包括公司债券 它到底是一般的公司债券呢 还是可转换公司债券呢 能够搞清楚 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同时熟悉上市公司收购的过程 对上市公司收购的基本流程 有所了解 能够理解各个证券欺诈的行为 比如说知道什么叫虚假陈述 知道什么叫做内幕交易 能够理解这样的行为 就可以了 这是预写阶段大家的任务 下面我们看第八章 是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这一章呢 首先重要性程度三颗星 说明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考试当中 它也是客观体主观体 也就是选择案例分析体 一般来说都会考到的 而平均的分值 在前面讲到 最近五年考试当中是占到了11分 而它的难度呢 也是三颗星 说明是有相当难度的 这一章在最近几年考试当中 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考察的重点较为明确 为什么说它难 因为具体的这些制度 大家在学习和理解的时候 是要花时间的 也就是极有可能 你刚刚拿到 看两遍 好像都不太明白 它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在理解上 在最后我们做案例分析体的时候 要把相关的内容回顾出来 再写出来 是有相当难度的 好 其中重点考核的就包括了 比如破产原因 然后破产案件受理的效力 债务人财产制度 以及债权申报的制度 和重整程序 我们在预习的阶段 是希望大家要注意 对破产案件的处理过程 有所把握 也就是说 从当事人提出申请 到法院受理 然后到宣告债务人破产 最后进行破产财产的分配 这样一个全过程 大家要有所了解 同时呢 注意理解 我们所讲到的这些个重点内容 相关的制度 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为后面基础班的学习 做好准备 也就是 我们在预习阶段 打好基础以后呢 在基础班学习的时候 听老师讲相关的制度 我们理解起来会更为容易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九章票据与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这一章 我们在前面看到 它的重要性程度 也是三颗星 是很高的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 也是客观题 主观题都会考到的 平均的分值呢 是在12.5分 而这个难度 也是三颗星 说明它是有相当难度的 这一章啊 我总结 应该说 在柱块经济法的考试当中 是属于 含金量比较高的一章 为什么这么讲 它的内容不多 分值呢 又很可观 而且考点 重复考察率 是非常高的 好 讲到这儿 可能很多同学 心里就有疑问 那按照老师 你这么讲的话 它的难度系数 不应该这么高呀 为什么说 它的难度 又比较大呢 其实它难就难在 很多的考生 可能没有实际接触过票据业务 对票据 整个出票流转的过程 根本就不了解 所以 对这个票据的相关 案例分析题啊 就比较发出 同时呢 因为法律规定的相关表述 是非常抽象的 如果靠大家自己 一个一个的去看 可能你很难理解 当然 在听完老师基础班的课之后 感觉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 它难 一个你对这个东西 对这个业务不了解 然后法律规定呢 又比较抽象 比较拗口 理解起来不容易 所以我们说它难 好 其中考试的时候 重点考核的就包括了 像票据权利的取得 票据的伪造 票据的抗辩 以及会票的背书 保证 追索等等 我们在预习的阶段呢 特别是 在座 从来没有接触过票据 或者是票据法的同学 应该首先了解票据的基础知识 看一看 这个票据 它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国家的票据 有哪些个基本类型 它有什么特点 然后 熟悉票据的相关概念 和它流转的过程 从它出票 到背书 到成对 到最后付款 这么一个全流程 大概是什么样的 只要 在这个阶段 我们熟悉了相关的概念 了解了这个流程之后 我们为后面 基础班的学习 打个基础就可以了 就能够在基础班的学习当中 跟上 老师的思路 然后呢 通过 多举例 多画思路图的方式 我们来具体把握 其中的规则 就行了 好 这是第九章 下面我们看 第十章 企业国有资产 法律制度 这个企业国有资产法 说实话 我向来把它 比喻为 经济法考试当中的 鸡肋章 人家讲鸡肋嘛 叫十之无畏 弃之可惜 我觉得十之无畏 弃之也不可惜 为啥呢 因为这一章 它的内容不少 分值又不高 正常情况下 平均也就是2.5分左右 所以它的重要性程度 是第三层次的 而它的难度呢 还有一定的难度 当然考察 只是考选择体 好 其中重点考核 国有资产的 监督管理体制 然后国家出资企业 管理者的选择 以及国有资产的 评估和交易制度 我们在预习的阶段 我的建议就是 大家有时间 潜尝 折止 千万不要在上面 多花时间 因为它本身就不重要 又是属于鸡肋 那个类型的 是吧 只需要浏览一下 教材和讲义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对这张稍微有点印象 就行了 不要在上面 投入过多的精力 好 下面我们看 第11章 反垄断法律制度 这一章呢 首先 重要性程度 它是属于第三层次的 因为平均的分值 大概在四分左右 而它的难度呢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么这个难度 体现在什么地方 在最近几年考试当中 可以说 它一改以前的 考核重点 一直比较集中 这个特点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 反压题的形象 这就是它难的地方 也就是 在考那种 边缴性考题的时候 特别喜欢出 反垄断法的 这个内容 好 其中考核的重点 首先是 反垄断法的概述部分 也就是相关的基础理论 和规则的部分 然后呢 是具体的垄断行为 主要就包括了 像垄断协议 和基因者集中的 反垄断审查 我们在预计的阶段呢 大家了解 我们国家 反垄断执法模式 就可以了 那什么叫做 双层制的模式 然后了解 有哪些个垄断行为 就行了 为后面基础般的学习 打个基础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看 最后一章 第十二章 涉外经济法律制度 这一章呢 我们在前面分析了 它的重要性程度 是属于第二层次的 虽然说不考主观题 它只考选择题 但是呢 在客观题当中的分值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平均在六分左右 同时 它的难度 是有相当难度的 我们给了它三颗星 难在什么地方 难就难在 这一章它的考点很多 而且比较分散 也就是说 可能散落在各个角落 那其中 重点考核的 一个呢 是外商投资的 鼓励与促进制度 然后 外商投资的 管理制度 然后是 对外直接投资的 核准与备案制度 再有 外贸的管理 与救济措施 以及 外汇管理的 各个具体制度 所以 这一章啊 它有一种 分散 考察的特点 我们在预计的阶段 希望大家 首先 能够了解 外商投资法的 主要特点 把握一下 我们现在 这个外商投资法 跟以前的 三资企业法 有什么区别 然后 了解我们国家 外贸救济措施 有哪些 比如说 你了解一下 什么叫 反倾销 反补贴 保障措施 然后 了解 我们国家 外汇管理 法律制度当中的 一些基本的概念 比如 什么叫做 外汇 什么叫做 境内机构 境内个人 了解相关的 基本概念 就行了 好 这一讲呢 我们就对各个章节 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对大家在预习阶段 针对每一个章节 我们如何去准备 做了一个简要的提示 这样的概念 对大家在预习阶段 排雷 中的预习阶段 中的预习阶段